而另外一名死者是殉职的33岁司机员袁淳修 他是台中风源人 同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108年他刚刚结婚 当时还参加台铁的集团婚礼 牵着老婆的手走红毯 而事故消息传回老家 妈妈相当难过 他跟亲友透露 前几天就觉得心脏不舒服 没想到结果是儿子出事了 而老家大厦的管理员则说 半个月前才看到他 看到新闻 感到不可置信 怎么会是他 台中市长卢秀燕 二日晚间到太鲁阁号 殉职司机员淳修的 风源老家慰问 袁妈妈脸上虽然戴着口罩 但内心不好受 她跟亲友说 希望儿子没有痛 也透露前几天 似乎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太鲁阁号司机员淳修33岁 她上头有三个姐姐 她是家中最小的 也是独子 脸书上多张个人照 有阳光笑容 还有俏皮喝饮料的模样 也有活泼跳起来拍照的姿势 她108年结婚时 参加台铁集团婚礼 牵着老婆的手走红毯 当时袁春修手拿有 腾云号照片的牌子 婚礼主持人念出 袁春修写下的结婚誓言 夫妻俩脸上洋溢着 幸福笑容 结婚才一年多 怎料二日发生台铁 太鲁阁号事故 而号传回老家 大家都很难以置信 老家大楼管理员说 袁春修是个节俭的人 管理员回想上一次 见到袁春修是半个月前 袁春修从老家要离开 返回工作岗位时 没想到那一次 竟然是和亲友的 最后一次见面 华世新闻王善肖业 台中报道